张博之自从出道以来一直都是以玉女形象世人 特别是在周星驰电影中饰演的舞女 不仅拥有魔鬼般的身材,天使般的脸蛋 而且还具有超高的演技,张博之也因此一夜走红 张博之也被誉为新的宅男女神 更让粉丝们开心的是张博之在2006年终于与谢霆锋结束爱情长跑 结了婚 就在大家都在羡慕娱乐圈这对金童玉女的时候 2008爆发了震惊娱乐圈的燕兆门事件 燕兆门事件对张博之的打击是非常巨大的 不仅让张博之的事业形象跌到了谷底 还间接的让张博之失去了家庭 燕兆门爆发4年之后 谢霆锋与张博之离了婚 虽然两人都说是因为性格不合才导致离婚的 不过在很多人看来 燕兆门事件才是结束他们婚姻的罪魁祸首 张博之作为明星为何会答应成关西的非 分要求与他拍摄不雅照明呢 后来张博之在某访谈节目中透露了真实原因 他说当年年轻的时候不懂事 那个时候确实非常喜欢他 因为他很帅气 对那份感情投入也很深 还有一个原因是陈关西的男人能力非常出色 因为被他的男人本色折服 在陈关西的甜言蜜语之下最后答应了 就是因为当年的痴爱让张博之犯了一个不该犯的错误 他也没想到这个错误日后会成为破坏他婚姻的导火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